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東方聖人 那麼大家也知道說今天早上有發生這個七點多級的一個超級大地震 那全台灣都有感覺 那這個台北市的一個體感地震喔 我自己感覺啊,是超過五級喔 因為,而且我們在三的喔 這感覺就至少六級以上 因為跟以前我們所體驗過的五級地震完全不一樣 那麼這集我就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們講解一下 就是說呢,這個地震喔 現在很多觀眾朋友們他們就說 哎呀,東方聖人喔 你怎麼可能是真正的聖人喔 你還說你想要拯救世界 那很多人就不想走的真道 很多人就不相信嘛 我就說好啊,你不相信沒有關係喔 我講了那麼久,我就說這個世界末日喔 快要來了,2024年喔 龍年是大凶年喔 很多人都不相信嘛 他就不訂閱啊 他說東方聖人就是神經病啦 東方聖人講的話不可信啦 很多人就不相信嘛 那我就說來啊,一直不相信 已經過了一年喔 現在是不是報應來了 這個報應就是地震 那我就說你再不相信的話 那只會更慘而已 你可以試試看喔,沒有關係喔 這個地震喔 還有這個其他的災難會越來越嚴重 那這個時候很多觀眾朋友們可能就說 那東方聖人啊 既然你可以預言地震的話 你怎麼不前一天跟大家通知呢 我就說我前一天講也沒用啊 不會有人相信喔 反而只會讓別人更不相信我而已喔 所以說我就說 等到災難發生喔 我再出來講嘛 反正我前面講也沒有人相信 還會有人告我恐嚇耶 所以說我很早會跟各位觀眾朋友們講解一下 這個世界末日快來 世界末日有很多前兆 這個前兆的話 這個內容我也講過 只是說呢 這個幾分幾秒 這個精確的時間 我不能夠跟你講出來 我只能跟你講一個大概嘛 像我們陽械 我們在執行這個無上真理之道的時候 我們能夠得出今年會大概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會發生某些事情 但是我不能用肯定的這個口語 跟你跟你們講解量子 所以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有看到這支影片喔 幫我訂閱按讚加轉發 因為這個事情真的非常嚴重 如果說你們再不相信 再不幫忙去讓更多的人喔 加入進來的話 那這個災難只會越來越多 那2020年 像我有跟大家講過這個大乾旱嘛 最近都沒下雨嘛 這些也都是大問題喔 就是這些問題的話 龍年喔 只有我東方聖人才能夠壓制住這個災難喔 只有我東方聖人 全部的人喔 走回正道 全部的人變得善良的時候呢 才能夠改變嘛 你才會將這個業障喔 這個不好的報應給它消除掉 那麼雖然說 這個月我們的流量有達到8萬喔 跟之前的3萬喔 差了差了大概5萬多 有進步到兩三倍左右的一個流量 我們的流量也稍微有變好 但是呢還是很 還是很匱乏啦 並大家也知道說 欸 只有300個人訂閱 300個人 怎麼能夠改變世界呢 所以說一定要更多人訂閱 至少是幾萬 最好是幾百萬人訂閱 那這樣子呢 才能夠避免一切 幾乎一切的這個大災難喔 那麼我就廢話不多說 為了要推薦這個影片喔 那麼這一集就講到這邊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 趕緊轉發大家 掰掰